大家好,歡迎觀看居家101,我是阿杜 今天的視頻也是我以前遇到過的問題 大部分的畫面將會是我以前照的照片或是舊的錄像 這個問題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這個視頻可以幫助到需要的人 畫面可能會單調一些,希望各位見諒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某一天我的空調突然降溫變得非常慢 我請修空調的人來檢查 他們說我的空調沒有問題 但是通風管線的主風板的馬達壞了 我的房子是兩層樓共用一個空調的 兩個溫度計會將控制信號傳給分區面板 這個分區面板的下面兩個排線 是兩個溫度計的輸入信號 左邊的線是主要的輸出 直接接到空調機 右邊的兩對紅白的線則是輸出24V的電壓 控制兩個主風板的馬達 我這個控制面板也被坑過一次 換一個花了我700多美金 這個部件頂多就150美金 安裝也沒有什麼難度 而這兩個主風板的馬達就更坑了 他們說我這個型號的馬達 Synchro 38766R-5-6 已經不生產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直接換一個新的排風管線 新的排風管線會自帶新的馬達 部件原價大概也就是150-200美金 他們換我一個要收600多 也就是兩個就要1200 我只好研究如何自己更換馬達 在我研究的期間 我將通風管道強制打開 這樣就會有冷氣 只不過上下樓變成沒有分區了 任何一個區域打開空調 全家的通風口會一起吹風 在夏天時 置冷效果就會很差 而且空調會拼命的賺而影響壽命 在我研究的時候我確定了 這個型號的馬達 的確買不到了 還有一點 就是通風管的主峰板是靠彈簧強制打開的 當樓上或樓下的空調開啟時 該樓層主峰板的馬達會將另一個樓層的板子關閉 這樣冷氣就會流入想要的樓層 馬達壞了代表主峰板會一直處於打開狀態 而不是關閉狀態 和我的情況相反 我自己檢查了一下 發現彈簧是壞的 但是馬達是好的 空調修理公司同理也是不會只幫你修彈簧的 不過我同時也找到了一個替代品 Belimo LMB24-3GT 這種馬達叫做Ratrol Fit 它有不同的型號來代替不同種類的馬達 LMB24-3GT可以用來代替Synchro 38766R15-6 和幾個類似型號的Synchro馬達 它上面的環是用來固定旋轉軸的 它能夠調整它的轉向和角度 而且會靠電壓自動迴轉 不需要用那個通風管道的彈簧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Ratrol Fit 它應該只是它的轉速力矩 還有軸承的卡槽不一樣 右上方的旋鈕可以調整轉向 旋轉環上面的卡槽可以控制轉的角度 左下方則是電壓的輸入口 我買這一個大概是65美金 我又花了一些時間跟他們的製造商溝通 因為這個馬達是三條線輸入的 我的控制面板輸出是兩條線的 這其實只要從溫度計輸入的R 或是變壓器的TR多拉一條線 來穩定輸入24V電壓就可以 將原來的兩條控制面板輸出接到1和3 將R也就是24V交流電接到2就好 或是你可以向他們買一個轉換器 大概是12美金左右 首先我們先要進去閣樓 通常是在二樓的天花板有一個入口 然後進去記得關閉空調的電源 安裝並沒有很難 只要把原來的下下來 然後照說明書裝上卡槽來固定位置 然後將軸程鎖緊就好了 我在安裝時發現他們的說明書有兩個問題 花了我不少時間跟廠商溝通 不知道他們之後有沒有修改說明書 第一我的控制面板有一種保護隔離電壓 所以我接到R沒有用 需要接到TR 也就是直接接到變壓器才會有24V的交流電 第二說明書說如果1跟3兩條電線裝反的話 馬達是不會動的 但其實它只會往一個方向轉 而不會回轉 我第一次接反了 然後它一直不轉 反接了之後就好了 我們來看看它如何工作的 我並沒有將原來的馬達盒子下下來 我直接用了它原來的孔來固定 如果需要自己打孔 又需要買能夠鑽金屬的Self Tapping Screw 它轉得很慢 原來的Synchrone馬達也一樣 所以有時候看起來不像在動 不要以為它壞了 我目前將這個安裝後已經用了三年了 還沒有出現過問題 如果各位以後遇到儲風版彈簧掉了 或者是馬達型號不再生產了 可以試試這個方案 可以省下不少費用 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 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建議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